请接着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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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路上的菩萨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就延续上一个讲识的内容 一样是在导师华语集第二册 中边大圣佛法中的第二章 大圣的练佛法门 那在我们讲义的第一页这边开始 这个标题一这边 就是有先说到大圣法门 这个修行的内容 尤其是这个方便到 就是方便到中的六水念 那从早期佛教延续到大圣佛法当中 其中的练佛还有练法门 是重要的修行 那也说到这个 在修行的内容上 都有这个所谓的练心俗 就是余缘 明记不忘或是记忆这样子的做 它的这个心的作用 所以我们念佛 就要依念佛的功德 念经也要去意词经文的内容 念咒也是都需要 接着在标题二这边就是练法门的发展 那这个是从一开始的自正如实 这个如实就是诸法实相 那这个诸法实相其实有很多的名词 如法性实际 空空性这些上 在波罗经或大圣经常在描述这个 形容这个诸法实相 那这个诸法实相实际上就是 佛所体证的最究竟真实 那这个究竟真实的 这个所谓的法或证法 那实际上它不是谁去创造的 也不是因为佛体证的 或是谁胜者体证的他才有 他实际上是不管佛出不出事 他是法柱 法界 就是说这个法是普遍存在永恒存在的 当然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实有的法 所以这样子的法上对一般的人而言 他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抽象的 相对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佛像 还是看得到生 贤圣圣来说 这样的法上是圣圣 但是也相对抽象 那在大圣佛法这边的描述 他是说他是什么 是一切法本不生 一切法本清静 一切法本性空 那在波罗经也提到 怎么样去修炼法 就是以一切法无所念 当作这个修炼法的要义 那接着在讲义的第三页 这瓜福二这边开始就 因为这个诸法实相 想要直接去体证相对而言是比较难的 那我们大概落入于世间文字 或是语言的描述 也是只是描述我们一般的人 初学者很难直接 借由这些说明解释就可以去体证实相 所以这个佛法比较难的地方就是 它本来就是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上去体验 但是这样的诸法实相 如果我们在生活上可以体验到这个世间的真理 乃至初世间的真理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不是凡夫 就不是初学了 或许有些人 可能他感觉上他的IQ不高 就像佛弟子 像那个我们常举例什么 周立盘托起 我们之前在这个上边佛法当中 老师也提到这样子的圣身诸法实相 好像很难去体证 但是有些人他今生感觉上他的 所谓智商不高 但是他就是有办法体证 像这个所谓周立盘托起 所以对一般的人 对初学者总是要给予他一个体证 或是屈辱这个证法的一个次第性 或者是一个方便 前方便 所以接下来就讲的所谓的方便道 在佛法这个实体 就是像讲世一流之 那在圣佛法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他实际上相对于法的这种 所谓的比较抽象的概念 所以他一般大圣佛法兴起的时候 比较多的是练佛与练生 如果共有佛共有生 我觉得在借由这个文字来书写经典 那经典可以受到广泛的流传 那把它写成一步步的经 那这样的法 用经典来传承法 法义 这样的法就比较具象化 那下面在讲运的第四页 就引用这个磨波罗波罗蜜精 怎么去修学这个所谓的波罗波罗蜜 波罗波罗蜜实际上也是比较是 可以体证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方法 那当然这个也是比较甚深的啦 所以必须要次第化或者是用方便引导 所以先做到前面这几个 文寿时清净读诵 为他说正义念 这个在下面的解释 导师说这个前面我们这边翻 翻皇帝的这个是比较是 接近于所谓的清净善事 多文正法的详细说明 那为他说跟正义念比较是跟如理思维有关系 所以在后面第二则经文里面 又除了前面的四预留字 当然在经文上面没有说到修 那在大致论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有提到修 那导师说修就等于所谓的法随法性 也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什么 四预留字的描述 那第二则经文除了多了四预留字之外 它跟四预留字相关的内容 就上面这边基本上也是有了 那这边又多了所谓的书写这个经卷 还是供养经卷 尊重供养 那第三个基本上也是 那除了书写经卷供养经卷 还要将这个经卷去布施其他的人 没有听过的人 那听过之后呢 他就可以依照这样子的内容去修学 一样是供养 还是听受词读诵这些经文 那第四则经文 除了让他人学之外 还要去解释这个圣生的道理 那这个圣生的道理 就是可以医的这样子理解之后 可以去实践 所以这个在我们看到这个解释的 这个小节这边 在讲义的第六页 以法为中心 这个法让诸法实相 就是修波罗可以体证诸法实相 所以以法为中心的波罗法 他是可以自修立他 那采取了这样的方便 那方便什么 书写 书写供养之外 还要为他演说分别开始 那这个波罗法本来就是圣生 那因为借由书写供养 乃至为他说这些刑法可以通俗化 将波罗法门通俗 那通俗化呢 又可以用方便引入圣生的修正 那这个圣生就是为他能解释 这个所谓的波罗波罗蜜意 这个圣生的道理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就可以 依着这样子进一步的修学 就可以体证这个圣生的波罗波罗蜜 乃至修学圆满体证诸法实相 所以这个是跟早期初期佛法的流通上不太一样 早期是口口相传 那或者就是用所谓的世欲流制 他没有所谓对经券的供养书写这些内容 另外的因为经典的圣行 所以这个写经的圣行 所以疫情方便大发展 那就强调了这个书写 还有供养经券的功德 这个在讲书的第七页有提到 那下面就引用这个经 这个经上面的说法 像大品经他是提到这个书写经券的功德 那不动如来会也提到这个授词 乃至供养经券的功德 那在法华经当中 他引用两品 就法师品是来称扬 赞叹这个听文供养等功德 那在法师功德品 又就提到了六根的功德 六根的种种功德 那据说在天台制的大师 就依着这一品的内容来 来成立所谓的五种法师 接着就看到小杰 在讲义的第八页 这边就提到 等到这个很多书写这个经典盛行之后 那这些所谓的供养经 强调供养经券的这个内容 就慢慢就比较少在经中看得到 另外的善知识的发展 这是说到的就是说 在无上依经就把它总和起来 所谓的始终法型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 在柱角二十 我们也列出 除了无上依经之外 像这个玄奈大师所翻译的大波尔经 这个瑜伽学系的这个论点 瑜伽师利论 色大圣论 还有这个变中边论 都有提到这个 但是与词上不太一样 那这边所谓的善知识 我们说识与有识 又叫清净善事多文正法 那这个始法型 以这个经券书写为第一 书写经券为第一 所以可见的学习的对象 不见得是从师长 或者是善知识 所以从经典上 可以了解这个经文的内容 那一样可以去实践法修行 接着就到讲义的第九页 那这边就说到这个 自行跟性行大圣 那大圣的自行 以自卫为修行的 为先的修行内容 是练法为主的 那以练法为主 他的方便就是受词读诵 这些方式 那因为经的书写 那也让而流行 他这样的方便 那这个方便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跟事预留之相关之外 还有所谓的书写 供养经券等等 那以性为先的 主要是练佛法门 练佛法门 是以称 明 礼拜 畅为等为方便 那详细的呢 我们再到时候 在第三章 就是大圣练佛法门 我们到时候会 说明的比较清楚 接着就看到第二节 第二节主要就是 这几个内容 刚刚所提到的 在波勒法门当中的方便 相近于 就所谓的事预留之之外 还有所谓的书写供养 那这边就是 讲到这主要是这几个 书写供养 还有读诵 读诵算是一组 等于说有三个 可实际上导师又 又多了一个所谓的 不失他人 这个失他人 第一个标题 这个重性的书写 也是他等为大圣佛法之特色 这个算是总说 其实下面就会 个别解释 书写是怎样的 实际上是怎么做 或是它是什么样的意思 一开始他就先举这个大制度论 就一样 佛法时期 重制 所以重制 他本来是要体正实相 就是如实道 所以他又出所谓重性的方便 那如果到底要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要知道是什么意思 看这个目次就会很清楚 上边 佛法这边 第一个是中道正法 佛法圣神 所以如实的解脱到 这个就是讲的就是 重制 一开始应该是用 不管怎样 不管有多少的方便 但是方便主要还是引导这个修学者 可以生起无肉制 体正实相 或者生无肉制 断烦恼 体正实相 所以不管是在佛法时期 或者是大圣佛法 基本上一样 所以在第二章就讲到 所谓的方便到实色 这个是不坏经 或六念法门 这个基本上 虽然有提到六念法门 在第三章 这边的演化 一开始有提到六念法门 这样也是 一开始只要偏智力 但是在方长上 就是比较偏重 所谓的他力 所以这 事不坏经 所以佛法生产生的信心 是坚固的 不会破坏的 所以是清静的信 还有这个六念法门 基本上都是以信为先 所以这句话 就是这个意思 重智又出 又开示出所谓重性的方便 那这个如果照了 前面的上边佛法当中 所谓重性的方便 就是事正经 跟所谓的 事正经就是不坏性 还有六念法门 那波勒是圣生法 所以这个则是实相波勒 那也是重视的 所以在这个波勒法门当中 有传出所谓重性的方便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字形是念法为主 但是他有他的方便 就是依着书写而来的 那这个所谓 这边就接着讲 所谓的重性的方便 就是书写供养等 那这边就先引用大字 杜论卷58的描述了 所以波勒有种种门路 就是我们学习波勒的 有种种的方式 可以去学习波勒 假设若闻词 就是有听闻意词 乃至正意念 就是什么 如理思维 那这是属于智者 智慧精进门路 那如果是用书 先用书写供养者 是信 以信为先 还有什么 精进门路 若一心生性 则供养金卷胜 就是所谓的 就是主要是他怎样 一心 而且是深刻的理解 产生的信心 你这样子去供养金卷 是胜过初学文 还有词的这一类 听闻还有这个义词 受词的 这个所谓的 以智为先的这个部分 若不一心 虽受词 不如文词的 就一样 就是还重点 还是在所谓的 要一心 所以下面 在讲义的第十页 这边老师就解释 就从智慧入门 或从性入门 都可以深入 所以这个 只是一开始 有这个区别 但是如果你要深入波的 基本上你还是要去了解法义 他不是只是做到这个 供养金卷 或者是一开始的听闻 译词而已 就是还是要去思维 那初入波了 适应不同根性 可以由此二门 最重要的还是要什么 真诚一心 假设没办法 一心的话 没办法真诚一心 是没办法得到真实功德 所谓真实功德 当然是从 世俗言说上去说明 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实有的功德 可得 所以就一样就是说 你可以进 依着不同的方式 出学乃至更深入 接着看下来 在第十页这边 所以在正法中心的波罗法文 这个正法就是 前面所讲的诸法实相 如法性实际 所以这个你要体正实相 当然是用波罗法文 或者是大圣法 像这个波罗波罗密心经 心经上就是 波罗法门的经要 所以导师在解释 这个心经讲记的时候 也有提到 这个大圣法的 因为佛法的核心是大圣法 大圣法的核心是波罗法门 那波罗法门当中最 经要的最核心的思想 就是在心经当中 所以这个心本身就是经要的意思 那这边所提到 重信的书写供养师 它是大圣佛法时代的特色 那我们先看 接下来就会个别解释 主要的就是讲 由于波罗法门 这个龙寿 就可以允许 允许这个通俗的方便 所以读诵呢 这个 接下来这四个 就有不同的意义 所以它下面就一一的解释 就是说书写 它有它的发展 供养师 它读诵等都是 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注角的二十四 注角二十四 在讲义的第十页 下面的注角栏 第一个瓜福一 是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 不拜佛教圣行 佛塔与肢体 从敬供养 从奉供养 是重于信仰的 就对佛的设立建塔 那大圣兴起之后 经卷书学 风气流行 所以波罗经就极力 去赞扬 称赞 宣扬 读诵 寿 书写 供养经典的功德 这我们刚刚也看到 那重点应该是这样 从这些经上面所描述 去弘扬 或者称赞这些行法 书写 供养等 这些功德 使一般人从信心 有这样的信心 尽求智慧 所以在佛法中 应该是高冷一招的 但是 波罗经所称赞的功德 为了适应 一般人的需要 所以也说到这个 当身 就是现实的 世俗功德 当身的功德 这边就举例什么 在塔品 民作品 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 所谓的现实功德 好 那我们就再回到我们这边 在讲一个第十页 就个别解释 那书写呢 大概有下面这三点 就是什么 读诵 解说等 同样受到尊重 受到重视 那金钱 书写功德大 但是慢慢的发展 就这个 写经 失去那本来的意义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我们照着这个导师文脉来看一下 下面的内容 书写起初是 就是说 刚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主题下面开始要讲 就刚开始的时候 佛法 佛法是结极 我们之前有提到 就佛灭了夏天 由这个五百大罗汉 大家设为主导 聚集了五百大罗汉 去解极佛所说的法跟律 所以那个时期还是口口相传 那在用口诵的 或传诵的方式 可能有错误 或者是遗失 所以在流行 或是开始书写经典的时候 那这是保存 弘扬这个佛法的好办法 所以在法的修学中 书写 与读诵解说等 受到同样的尊重 所以等于说这些内容 这些行法 这些修行的方式 虽然是方便 但是也是受到重视的 接着看下来 以波勒经来说 为了不让 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素 不至中途停顿 所以不会因为有其他的因素 就暂停书写 所以就鼓励在一定的时间 限期 就在一定的时间内 努力的精进的写完经 或者是精进的修学 刚刚说的这几个内容 读诵解说等 下面就引 这个是在 如果是看到注解25 它是引用这个 泛光波勒经的文 所以这波勒经上 有不同 我们上次有提到 就是波勒法门 它的 可以说是发展 一开始它可能比较 比较 内容比较少的部分 一般说的原始波勒 就我们昨天看到 上个讲 这样是所提到的 这个道行波勒经 它之后再发展到 所谓的小品波勒 还是所谓的 波勒波勒密经 还是这边所谓的 说的泛光波勒 这个详细的请大家可以 有兴趣的话 就是导师在 这个初期大圣 佛教知器园开展 在波勒法门当中 有详细的介绍 就是说 它的发展 大概是怎样情况 就我们说的 这个可能从原始波勒 到所谓的二部波勒 小品大品 三部波勒 上中下品 或上中下本波勒 这边我们看一下 它引用这个经文 如果一个月内 书写完成的话 就应该要 应当精进的书写 那来自 二三四五六七月 或者是 一岁就一年 那其他的一样 如果你可以读 可以诵 可以思维 或说 为他人说 或正义念 乃至修行 就 这个 一个月可以成就的话 那就 或者是 就应该要努力 让他一个月内 就可以成就 那 这个读的话 就是阅读 或者是 让他读得比较熟悉 送是背送 实际上是有 是两个 不一样的意义 乃至一年内 可以成就的话 就应该要 努力不懈 接着看到导社解释 在讲义的第十页 书写等应当精进 就是精进的 努力的完成 书写的功德很大 所以在不动如来会 就劝人精进的去设法 求法 去求这个 去写经 这我们上次 在我们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 在假设别人有精卷的话 我们没有 我们就要去别人的地方 去书写精卷 接着 借由这些精卷 去受识 供养 乃至去背诵 等等 在前面讲义第七 也有提到了 或者是 在其他的村落当中有 我们就要到其他的村落 或是在其他的地方有 我们就要去设法去 去写这个精卷 去求 求这个精卷 我们看一下注脚的二十文 就这段波罗经的文 在大致多论当中 他也是有一些说明 一样是在十一页的注脚 那当然这个 里面内容 就他描述 我引用的 引用出来的内容比较多了 他不是 不 不单单只是我们上 刚看到这个 第十页的这个 这个经文 不单单只是这个 但是有相关 我就把它引用出来 这边有提到流浪 就是说我们修波的 有些阻碍障碍 那这边所谓的流浪 主要是指的是模式 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个 经文上面说的急 急 所谓急的就是 因为有违法不可信 都有流浪 就有很多障碍 那这边就会提到 波罗波罗蜜 这个内容 不党 就不列很多 精卷有多有少 所以这边就提到上中下 这个或许 当然这个罗石 就是 龙素所解释的 大致多论就是什么 就是解释这个 摩荷波罗波罗蜜金 那到底 龙素有没有看到 所谓的三部波罗 如果照这边来看的话 他是有 他是有看到 所谓三部 三部波罗 上中下品 或上中下本 所以这个上品 就是光上波罗 那中品就是我们 我们刚看到这个经文 这个这引用的经文 应该就是这个 一样是摩波罗波罗蜜金 但是瓜符一 在住脚的瓜符一 我们也有引用这个光 放光波罗的内容 其实也是相近的 也是相近的 那所以这个事实上是 中本 或是中品波罗 就是摩波罗波罗蜜金 或是这边说的放光金 那下品波罗是什么 道行波罗金 或者是叫小品波罗金 所以那就是 就是有三部了 下面就提到这个 书写 书的有快有慢 有人一心呢 努力的书写 那有人懈怠不努力 不精进 所以人生无常 有违法不可信 那佛出现的这个环境 是五卓二世 所以有很多的障碍 所以就提到 一个月可以完成的话 就应该要精进的 那赶快完成 这边也有提到说 为什么很多的 所谓的多有流烂 很多障碍 这边有提到 世间以真保护 所以多有贼出 就是很多盗贼就出没 就是这个保物很珍贵 这个附近就很多的盗贼出没 所以这个波罗是大珍宝 所以就有很多障碍 就是我们修行波罗 波罗蜜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障碍 那这个可以提供 我们理解这段 就是在大致多论当中 那怎么去理解这段 那其中也有看到 这个波罗经 我们刚说三部波罗 在大致多论中 也有提到 接着看到本文 一样是十一页 这边就提到这个血经 慢慢失去他的本意 接着看到十一页 第三行 血经一向受到尊重 那这边有提到这个敦煌 十窟 十世里面的常述 有些是在唐朝 宋朝之间的血经 不过血经是为了功德 忽略了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本意 传步佛法 一样我们在前面 第一节的时候 有提引用四者 四者这个摩波罗蜜蜜境 说这个方便 怎么让 因为书写经典 让这个波罗法门可以流行 所以这个波罗法门 实际上书写经典 是要将这个波罗法门 流传到更多 更广泛的区域 还有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后来发展 就是说血经只是为了功德 就忽略这个传步佛法的 这个重要的意义 那尤其是在印刷树发展之后 发明之后 印刷树发展 那用书写经典传步佛法 已经没有必要 尤其是现在 现在可能就是很多了 这样多到有些时候 可能家里放不下 或者是 这个 图书馆也放不下 所以这边就 就开始要抉择了 就是说 用纸本的这种书籍 越来越多 那这边就提到这个 仅有少数出发于前程 前程 恭敬的血经 或者是什么 赤蛇出血 就是用血来血经 所以这个对弘扬佛法来说 血经的时代已经过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注脚27 这个我们之前或许也有看过类似 在注脚27 一样是第十一页 第十一页注脚栏 第一个看到是在大方广佛华言经 这个四十卷上 这个是唐朝的波罗所翻译 就是四十卷本的华言经 这边解释这个常随佛学 就我们上次有提到 这个普贤十大愿行 一则离尽诸佛 二则称善如来 这些内容 这个到这个常随佛学 这个内容 这边就怎么来描述说 怎么叫做常随佛学 那这边就想 就像这个说佛世界 譬如这那佛 所以我们之前或许也有提到 就是说在花言经里面 的佛指的是什么 譬如这那佛 那释迦佛说法 或是出现的时机上是 是有趣的 可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从出发心 经进不退 以不可说 就没办法说 没办法描述的生命 去做布施 那做布施呢 它是剥皮当作纸 那折骨 就是将骨头打断 或是 就是用骨头 或是去做笔 赤血为末 书学经典 那写的经呢 像须弥山 那么多 所以那为了 它是重罚 所以那不惜生命 乃至在树下 成大普提 显示种种神中 教化众生 最后呢 视线入涅槃 这些都是要随佛学的 所以如果 这个内容上不是一般人 不是初学者 可以做得到 就初发心菩萨 这个不太容易 那一样在大波尔经 也是大波涅槃经 有这样的描述 第三个看到是梵妄经 这个是戒律 那我们昨天在问答的时候 也有佛友 菩萨有提到 感觉上好像 从生文律来看 就是出家的 这些所谓戒条比较多 在家比较少 可是如果从这个 菩萨界来看 就像我们这边看的 梵妄经 或者是菩萨 因若本液经中的菩萨界 它实际上没有分 没有分所谓在家出家 乃至菩萨界 它没有限定是人 在生文界 是一定要是人 所以有些问这个责难 就是说有些问答 你在受戒出家之前 会有一些问答 你是不是欠钱的 你是什么出家的动机 不是正常 你是不是人 所以他这个 你是不是人 这个问题 他以后也问 但是在菩萨界 就没有这个限制 你可以是其他道众生 发心来受菩萨界 这边一样 这上戒条里面 应当一心受此读诵 大圣经律 剥皮为子 赤穴为末 以水 水 补水这个水为水 这西在下面的这个 这个公本 就提到是者 应该是用骨头当作笔 书写佛界 还是这些材质的 都应该书写 那我们就 这个菩萨界 他不分这个所谓的身份 或者是 众生 就是族群 你不见得是人 你可以是其他道 那尤其菩萨界 他跟生文界 他是不一样 是生文界是你 你今天受十五界 你今天是受出家界 或者是我们说 八观灾界 八观灾界在一日一夜 就你今天受明天 这个天亮的时候 明相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界就 就没有了 就消 就应该说 你就 就失去这个 防护的力量 所以你造恶业 就没有一个力量提醒你说 你今天受戒 不应该造恶 那生文 除了这个八观灾之外 你受五界 受出家界 基本上都是进行受 你这期生命结束 就没有 你的戒体就失了 就失去了 你这防护力量就失去了 但是菩萨界不是 菩萨界是你 当你一受 你就是进到成佛 进未来 即就当成佛 你还是有这样子的菩萨界 就导师的说法 菩萨界 不要把它想象的太难 实际上它就是六度四射 一个修行的一个指南 所以你发了菩提心 没办法说所谓的怨菩提心 你要迈入所谓的行 菩提心 去实践菩萨道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就会受持 所谓的菩萨界 而且它没有所谓的 在家出家的区别 所以你只要你发心 就可以 只要你发了菩提心 就可以受菩萨界 在初期佛教 菩萨经这个时期的菩萨界 是以实善为总善 总相界 所以实善内容就不会是 我们这边看到的 像范婉经有四重四十八卿 或是瑜伽菩萨界本 菩萨善界经 它是四重 四条重界 那四条重 为什么只有四条重界 因为它没有列出 一般说的撒到淫亡 就是你至少这些都是你基本要持手 那菩萨就依着这个 这样子持手 杀到淫亡之外 你还要在受持菩萨界的四重 还有四三卿 不管是怎么分别 十重 四重 还是四三卿 四八卿 这不管怎么分别 总的来说就是菩萨 行菩萨道的一个修行的指南 所以它可以把它包含在所谓 或者把它归纳在所谓的六度式色 所以发到菩提心 除非你退施菩提心 你的菩萨界也是敬畏来寄到神佛 就像我们现在 隔音之民就投身了 你忘记了 但是你还是有因缘 会再受持 你犯了重了 你基本上还是可以再受 所以跟僧文界是很不一样 这是题外的 接着在瓜福寺这边也有提到 就是什么 瓜福这个事这边 佛在人间 菩萨为了实行救人的红颜 广大愿 就是自身的一切都可以 无不可以施舍 就是都可以施舍 所以菩萨求法的心 也是热忱 心诚 所以哪怕是剥皮为止 赤血为末 膝骨为鼻 膝骨为鼻 也都很欢喜的甘心去做 这实际上 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到 所以这个 有些在汉传佛教 就是在后近代 像静心长老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位长老 有没有熟悉 他在台湾的三藤大界 算是主要的一个戒士 他就不是用这个所谓的 放往清菩萨戒 他是用菩萨 第十经 去传菩萨戒 接着看到第二个是供养 供养大概是什么 供养经典可以引发佛地址 读诵等的热忱 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十二页 写成的经典 尊重供养 表示对法的尊敬 因为这样的仪式 或者这样的行语 可以引发佛地址 书写读诵经文的热忱 让他有兴趣 你可以尽心去做 所以这个 像这个描述上就是一种方便 所以你不是只是供养 而是你要引发 想要去了解 如果只是供养 把它当作一种 就觉得供养经典 就很有功德的话 就有点像是大藏经 它到底是宝上的经 还是什么大藏经 就是把它收藏在那里面 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边就提到了 就是应该要进一步 让我们有兴趣要去了解 这个到底 这个经典上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接着看下来 供养经典在波罗经中 有一个传说的事实 就是什么 在纵香城 这纵香城是什么 就剑陀螺 在剑陀螺的城中 这边的描述有 有一个七宝台 就一个台子 有七宝宝所组成的这个台子 那以这个沾潭香 这个沾潭香是赤牛头沾潭 来庄严 那有珍珠螺网 覆盖这个台上 有网状 那四角 四边的角落 就是玄魔里宝珠 以为灯明 造明 那四宝香乳 长烧名香 为供养波罗波罗蜜 那其中台上有七宝大床 四宝小床 重复 其上 这个 这可能就是那时候的供养的方式 那以黄金叶书 就是用黄金 这个叶子 叶是黄金叶 来写这个所谓的波罗波罗蜜 那至于这个小床上 那有种种的方盖 庄严 垂腹 气善 那下面导致解释 在高台上供养经典 与供养佛牙 佛波的方式相同 那这是西元二世纪的传说 供养经典 在印度北方应该是 这是有实际的事实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柱角的二十九 那瓜不一这边是有提到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众香乘 或者是 萨 陀波伦 这位菩萨 那 详细的呢 大家可以 因为他有 提到就是在高台上供养 黄金叶树 那详细的内容 大家可以参考 那我们主要是看这个 官府二 官府二是 我们之前在上边 佛法当中 一样是华语集第二册 是有提到的 就可以对应来参考 这边又提到这个 练佛 是净信佛 所以因是信练佛的功德 那佛的无边的功德都是从设立 这边设立指的就是佛的遗体而成就 那为什么是设立遗体而成就 是因为佛修行 所以他今生有这样的设身 主要是依着设身来成就佛道 所以他所成就的无边功德 我们说什么 具三十二相 这些相 他的虽然是设身所显现的三十二相 但是三十二相本身也是过去所修行 所成就的功德 过去修行成就的功德 所以才会说到 这些无边功德是依设立所成就 依他过去所修行成就的设身 那当他入大玻璃盘的时候 就是这些设立 那除了供养设立之外 还有佛的遗物 就是他所使用过的东西 就是佛波 所以这边所谓的佛的遗迹 或是佛的遗物 他也有像佛波 就是建筑高台 恭敬供养 所以佛弟子对佛的遗体 就设立遗迹 他出生的地方 他转法轮成道的地方 一般说普利家也这些地方 还有遗物的信敬供养 可说采取当时民间 祭祀天神的方式 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多少有点神 就是将把它当作神的概念 去恭敬供养他 这实际上就是在佛法实体就有 那当然在大圣佛法 还是更后面的一定会更是如此 接着回到讲义的十二页 这边就 这边刚刚一开始先是提到的是在众乡城 就是说到北印度应该有这个供养经典的这个事实 接着看到这个历代三宝记章中所描述的 就是绝多山藏 每次都说到这个渝田 渝田上是古西域国民 大概是现在的新疆和田一带 在渝田的东南二方两千余里 有一个叫浙树家国 浙居浙居家国 那国王宫自有这个经典 这个三大部经 就是摩波罗波罗蜜经 大吉经还有花言经 病十万记 那这个病就是什么 就是接了 接十万个记送 我们有提到的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三部波罗 就是什么 小品波罗 或者是中品波罗 还有大品波罗 那摩波罗波罗蜜经应该是属于中品 虽然我们有些导师用所谓的大品经 但是他不是属于这个所谓的上本波罗 或是所谓的上品波罗 他应该是属于所谓的中品波罗 那我们稍微说一下 就小品波罗据说是有八千宋 还有一万五千宋 一万八千宋一万五千宋 那中品波罗就是像大致多论 就是据说是解释这摩波罗波罗蜜经 但是据说农术所看到的这个摩赫波罗波罗蜜经 应该是两万两千宋 所以中品波罗大概是两万五千宋的这个内容 那大品波罗或是大本波罗 或是上品上本波罗是据说有十万宋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波罗经 他是有十万宋 那花银经 所以他是说这三大布经 都十万宋 这个寄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叫修罗卡 他是计算计算这个字数的 他到底怎么算 一个怎么算一个宋 这是有趣的 这个可能就是怎么去算 据说是算这个三十二个一个寄宋里面 算三十二个母婴算一个寄宋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所以这边说的是 这三部经都有这个十万宋 那王呢 这国王呢 是供了亲自去受持 所以他拿到这个所谓的钥匙 转了就转独开 那香花供养 所以他在这个道场内又有种种的庄园 聚去供养他 接着是传到这个汉地 南岳惠世大师这边描述 这个在柱角三十一导师引用的是什么 续高生传 他是说这个惠世大师是什么 有提到什么 所以道俗服 做服 修服 布施 这个就是出家在一起 服施 学要做服 造服 行布施 造金字 剥了二十七卷 金字 把华金 琉璃宝涵 就是这个 收这个 经典的这个 壳子是用琉璃做的 那庄严 非常的庄严 所以这个也是供养金卷的实在 实际的例子 那一直到近代 就供奉在所谓的长金楼 里面的大藏金 也是 重于供养 所以这个重于供养 还是 不是只是供养 应该是要去了解它的内容 所以我们说这个字到底是 你要把它理解是 大藏金 所以有很多的宝上的经典 还是只是大藏金 只是把它收入在所谓的长金格或长金楼里面 去供养它 也把它当作一种宝物 或者是这种如同佛一样去供养 设立去供养 而不去了解内容的话 这只能算是所谓的大长金 实际上没有真实的利益 所以慢慢发展上 相对于前面 之前的供养佛设计来说 供养金卷是更有意义 为什么 就是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 法的 法义的内容 可以依着这样的 教法 刑法 去实践 体正主法 实际上 这个才是 比较有意义 接着看到12页下面 倒数第一行 书写经典 法有了具体的实体 将法具象化 受到佛地址的 恭敬供养 这个我们之前 已经有提到 佛入涅槃 佛地址怀念佛 而恭敬佛的设立 所以建塔来供养 供养佛设立 只能生性做福 就是这样 对佛的功德 去产生信仰 去供养 而有福德 得福德 但是书写的经典 更能进一步的 去读诵解说 依法修行 所以这个重点应该是 依法修行 这才是比较有真实的意义 所以比起这个设立 供养佛设立 是比较有意义 下面就引用这个 摩尔经 摩尔波尔波罗密经 在讲印的第13页 教师家 教师家上就是这个 四题还音的 四题还音有很多的名称 这个在 应该是杂案经 他有整理说 他有很多的名称 所以教师家也是有一个 到底为什么叫教师家 那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在杂案经里面 所以佛就跟这个 四题还音说 就教师家 假设满 就是布满这个严腐体 乃至布满横河沙等世界 所以有这么多的佛设立 做成一份 就把它当作一份 那假设有人 富有人 假设有人书写这个经卷 把它做成一部分 就是把它做成一份 这两分当中 你要取哪一个 那这个四题还音就回答佛 他要取这个经卷 为什么呢 他说他对佛的设立 不是不恭敬 不是不尊重 就是说他对佛设立 是恭敬尊重 他是这两个 不不 就等于是负负得证 他是恭敬尊重 因为这个设立 是从波罗伯罗密终身 那这个修学波罗伯罗密 所以这个设立 那设立为什么是从 波罗伯罗密终身 因为诸佛 是修波罗伯罗密而成就佛 那这个佛设立是从哪里来 当然是从佛而来 所以从这样的意义来说 所以来说 因为过去佛 就是吴杀 就是行菩萨道 就是佛 行菩萨道的时候 修波罗伯罗密 最终成就佛 所以这个设立实际上 也可以 应该受到供养 恭敬尊重赞叹 导师的解释 我们看下来 所以设立是佛的遗体 那设立之所以受到人的尊重供养 是因为依着这个设身 成就佛道 为众生说法 所以成佛说法都是依着波罗密 圣身法的修正而来 而成就的 所以可见 波罗经胜于这个佛的遗体 所以在论中 他说到二分当中 他宁愿是选择这个经卷这一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柱角的三十二 这个是在大致论的解释 是相对经文上面 就是解释上面经文 这个是智论中的解释 解释刚刚上面的经文 他这边有提到说 这个四体还阴的意思是说 一切法中实际上是五二相 就是说你不能有分别 所以五二相实际上就是十相 就是平等法 平等法性 或是平等空性 所以在从旧经义来说 你不能去分别一切法 这是从圣意地的角度 所以不会说设立是小 波罗波罗密的功德大 他是不会这样去分别 因为波罗波罗密 五二五分别相 但是为了利益心发意的菩萨的原因 所以这样还是要分别说 智就是用这个 以至于用世间 世俗地来做这样的分别解释 所以波罗波罗密可以让众生的心 无二无别 就是产生无二无别 或者是申请无二无别 用这样子可以得到利益 所以他取波罗 所以你说如果你用取色力的话 他可能就是会产生执着 所以从这个诸法的真相来说 不能一切法接什么 我们有提到 旧波罗经的这个如实义 真实义 一切法本空 一切法本精进 一切法本不生 所以我们不能去分别 不能去分别这个所谓的大小这些 所以为了让出发意的菩萨 可以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在世俗地上还是要分别解释 所以就取波罗 实际上 假设你认为有个波罗法门 波罗经卷可以直取的话 就是分别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达到所谓的无分别 但是无分别也不是没有次第的 所以不是你一开始什么都不分别 没有善恶 在世俗地上 没有善恶的分别 没有男女的分别 没有对错的分别 不是 就导师的说法是 应该要去观察一切法皆无自信 所以一开始还是要分别 藉由分别达到无分别 这是导师说的 所以这边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只是直接去了解 精中 或者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去了解 精所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这个医者智论这边的解释 我们就可以知道 刚的那一段文 他虽然是选择波罗经卷 但是他不直取石油 把这个波罗经卷直取石油 所以下面就提到 佛就称赞这个事理万一是善哉善哉 就是好 是好的 以人分别诸法 他可以分 从世俗地上来说 还是要分别说 以人善说波罗像 波罗像是什么 无二像 无二像 或是无像 无二嘛 只要是二就是分别 所以没有超越分别 才要达到所谓的无分别 那诸法实际上就是什么 无分别 所以我们在读经 或者看导师的书上面 我们可能就是要 要进深刻的 就进一步去了解到底 这段文是要表达是什么意思 所以从这个 经文这边看到的 虽然这个试题完音 他取经卷 没有取这个设立 但不是说这个经卷 就是有实在性 也不是因为 重视上的功德 而是从世俗地上来 来分别说 我们修学波罗经卷 供养经卷 一样的修学 我们可以达到 所谓的无分别 所以 世地上来说 我们他取这个波罗经卷 所以没有取这个设立 好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再继续 我再继续